最早被送往监狱地球的现在成为者生活在亚洲 他们逐渐扩散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美洲、亚盖亚、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以及其他新田地 他们被催眠去接受命令 在一个由旧帝国监狱操控者们指定的文明社会中随波逐流 为了想关押在地球上的现在成为者 演示实际的时间和位置 这样的做法是一种有效机制 由各种虚构文明衍生出的语言、服饰和文化的用语在于 使失忆症更加牢固 因为他们不想让地球上最初遭遇驱逐的现在成为者 回想起旧帝国统治星球的事情 向回追溯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些类型的文明往往都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因为创造他们的现在成为者们熟悉某些模式和风格 而且把他们保留下来 开创一个完整的文明是需要大量工作才能完成的 比如需要完善文化、建筑、语言、风俗、数学、道德价值等等 相比之下 去重复一个既熟悉又成功的模式副本 会显得容易得多 一颗第十二太阳类型、第七等级的行星 是为那些基于碳基居住的生物形式所特定设计的星球 星球类型的划分 基于其规模、恒星的辐射强度、恒星到行星轨道的距离 以及行星的体积、密度、低吸引力和化学成分 同样 植物与动物都需要根据其行星类型和所居住行星的等级才能标明和鉴别 平均而言 在有形宇宙中 那些具有可呼吸大气的行星所占百分比相对比较小 大多行星不具备大气层这种生物形式赖以生存的饲料 就像在地球上 大气中的化学成分为植物和其他有机体提供了营养 这反过来又扶植了其他生物形式的存在 当统领地在8200年前 将废陀赞美师带到喜马拉雅山以带时 那里已经存在了一些人类社会的活动 亚利安人入侵并征服了印度 同时也将废陀赞美师带到了那片区域 印度人学会了废陀经 在使用书写形式进行记录之前 他们以口述的方式记忆并传承了七千年之久 在那段时期 统领地中的一位军官来到地球 化身为皮士奴 他在离居废陀中曾被描述过许多次 他仍然被印度人尊为一个神圣 皮士奴在宗教战争中反抗旧帝国的势力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又敢作敢为的现在成为者 同时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军官 他后来又被指派在统领地执行其他任务 攻击和反抗旧帝国管理者所安置的埃及神殿 这一整个事件都是精心策划的 这次斗争的目的是帮助人类从虚构文明所灌注的要素中脱离出来 而不是让一些神职人员管理并要求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许多神灵和迷信的崇拜仪式中 这些都是旧帝国精神操纵的一部分 目的是为了隐藏他们在地球上对现在成为者们犯下的罪行 某位神职人员或监狱看守的作用是去帮助并加强认识这一概念 一个人仅仅是生物的躯体并不是一个不朽的精神生命 个人没有任何身份没有前世的经历个人也没有任何权利 只有神灵们才拥有权利 此外神灵的称呼是由神职人员发明的 神职人员在人们与那些神灵之中做调解人 人们成了在神职人员指挥下的奴隶 一旦有人不去服从指示 神职人员就会以遭受永远的精神判决来威胁他们 如果所有的囚犯都患了失忆症 而神职人员自己也成了囚犯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监狱星球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由于旧帝国秘密的意识控制活动仍然在继续运行 因此统领地对地球的干预活动尚未完全成功 在旧帝国势力与同领地之间 通过宗教征服的方式展开过一次战争 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 同领地势力曾尝试向几个具有影响力的地球人 传授这样一个概念 个人是不朽的精神生命 而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一种对比概念非常悲剧的曲解和滥用 当时的观念是扭曲的 它的用意是要说明只存在唯一一个现在成为者 以此替代每一个人都是现在成为者的事实 显然这是一种对个人为自我权利而承担责任的做法 缺乏理解和完全不情愿的观念 旧帝国的神职人员设法腐蚀了个人不朽的观念 取而代之的是仅存在一个全能的现在成为者 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成为或被允许成为现在成为者 显然这是旧帝国实时记忆缺失处理操作的结果 对于那些不想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的人们 很容易就可以教他们学习这些去改变观念 奴隶都是这样的人 只要一个人为了某人或对别人产生的想法和行动 而选择并确定去为了创造、生存和个人义务而承担责任 那么这个人就成了一个奴隶 因此一个单纯的神论 上帝的概念 引导并引起了来自许多先知的自我宣传 比如犹太人奴隶的领袖摩西 在法老王阿蒙霍特普三世家族中长大 家族成员包括阿蒙霍特普的儿子阿肯纳顿 同样还有阿肯纳顿的妻子和儿子 教导地球上特定的几个人去认识自己 让他们知道自己就是现在成为者 这种尝试曾是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为了倾倒旧帝国神秘仪式 所虚构出来的人神同行论的华丽外遗 这种被称为大毒蛇兄弟会的仪式 在埃及同样以阿蒙的祭祀们而得名 他们是非常古老而有神秘的旧帝国内部社会团体 法老王阿肯纳顿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为了自我美化而被他的个人隐心所严重影响 他擅自更改了个人精神生命的概念 并以太阳神阿托恩的形象将其具体化 于是他可怜的生命在不久后就被终结了 他是被玛雅和帕尔奈夫暗杀的 这两个人都是阿蒙或阿门的祭司 基督教徒们仍然沿用阿门一词 代表了旧帝国势力的利益 唯一神的概念是由西伯来人的领袖摩西 在埃及的时候延续下来的 他带着受养的犹太人奴隶离开了埃及 当他们穿越沙漠的时候 摩西在接近西奈山的地方 被旧帝国派来的一个工作者在中途拦截了 这个利用催眠指令制造的骗局 使他相信那人就是这个唯一神 同样旧帝国也经常性地使用技术和美学轨迹 去诱补现在成为者 自那之后 完全相信摩西言语的犹太人奴隶 开始崇拜一个唯一的神 他们称之为耶和华 因为同摩西合作的那个现在成为者 不可以使用一个实际的名字 或任何可以辨别身份的称呼 他不能去揭露失忆处理 监狱操控的黑幕 这个隐秘的失忆处理的监狱体制 最后想要做的是 向地球上的全部现在成为者们 展示他们自己 统领帝们觉得这种做法 可能会恢复囚犯们的意识 因此 所有太空文明与人类之间的 实体接触迹象 一直都在谨慎 伪装 隐蔽 否认或误导中进行着 这个旧帝国的工作者 在一座沙丘顶端接触了摩西 并传递给他是个催眠指令 这些指令的言辞 非常有说服力 可以迫使一个现在成为者 彻底屈服于操控者的意识 而在数千年之后 这些催眠指令 仍然影响着数百万 现在成为者们的思维模式 后来 我们偶然发现 所谓的耶和华 同样也是撰写 制定并编译了摩西五经 从字面上看 会以易解除的形式来阅读 都向读者提供了 大量的虚假信息 最终 《废陀经》赞美诗 成了几乎所有 东方宗教信仰的源头 也曾是佛陀 老子 索罗亚斯德 以及其他思想家的 哲学思想的来源 这些哲学家 彻底取代了 旧帝国宗教的 邪神崇拜信仰 而且也是真正的 慈悲胸怀的起源 你曾问过我 为何同领地 和其他外太空文明 不想登陆地球 让人们皆知 他们的存在 登陆地球 你以为我们是疯了 或是想变成疯子吗 这需要一个 非常勇敢的 现在成为者下来 穿越大气层 并着陆在地球上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失控的 精神错乱的群体 所居住的监狱星球 而且 正如8200年前 在喜马拉雅山 被俘的 统领地远程军队员们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 现在成为者 能够完全对抗 被诱补的风险 没有人知道 这些现在成为者们 将在地球上做些什么 目前 我们并没有计划考察 统领地在这一太空区域 全部控制范围内的资源 根据统领地 安排的时间表 在地球时间 约5000年后 会这样做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去阻止 从其他行星系统 或核外星系 继续将现在成为者 丢弃在强制失忆滤网的区域 而最终 这种情形将会改变 此外 地球本身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星球 它不适合任何可持续文明的 安定或永久的生存环境 这也是为何 它被当作一个监狱行星 来使用的原因 有以下种种简单 有说服力的理由 所以没有人会很认真地考虑生活在这里 一 地球的大陆板块 漂浮在表面以下 为岩浆的海洋上 造成了板块断裂 溃散 和持续的飘移 二 由于核心的液体属性 行星拥有大量的火山 容易遭受地震和火山的爆发 三 行星的磁集 每隔大约2万年 就会彻底转换一次 届时将造成海啸 和气候变化 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破坏 四 地球距离银河系中心 以及其他重要的银河文明 非常遥远 除了用作星系之间的凹陷站点 或出发点使用之外 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 并不适宜被利用 而月球与小星星带 更适合这种用途 因为它们不具备任何 有影响力的重力场 五 地球是一颗强重力行星 拥有重金属土壤和致命的大气层 这种情形在导航用处方面 显得变幻莫测 无论我的飞船技术含量如何 无论作为一个具有怎样广博的 专业知识的飞行员 现在的事实是 我已经待在这间屋子里了 这是由于飞行事故造成的 也是对那些事实的证明 六 仅仅在银河系中 大约存在600亿 类似地球的行星 这还不算 统领地所拥有的辽阔区域 以及 我们即将在未来 声明的领土 对我们的资源 倾注全力的行动 远比定期 对地球的考察活动 更为艰难 尤其是在这里 进行资源投入 并不会得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七 在地球上 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是现在成为者 也没有认识到 存在任何形式的灵魂 虽然 其他的许多人 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 几乎每个人 对作为现在成为者的 他们自己 都了解甚少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 自从时间开始以后 现在成为者们 就一直在彼此交战 这些战争的目的 经常是为了 某一个现在成为者 或某一集团的 现在成为者们 在另一方之上 建立统治 由于现在成为者 是无法被处死的 因此 这个目的就变成了 捕获现在成为者 并使其丧失活动能力 有无数种方式 都可以实现这一目的 最基本的捕获 和固定现在成为者的方法 是利用各式各样的陷阱 现在成为者的陷阱 已经被许多 入侵性质的群居社会 制造并实施了 这种活动 开始于约60万亿年前 比如 建立旧帝国的势力 就是其中之一 陷阱经常设置在 遭受攻击的 现在成为者们的领地中 通常 一个陷阱会使用 美丽的电子波长 去吸引这个 现在成为者的兴趣 和注意力 比如 一座美丽的建筑 或异曲动听的音乐 这个陷阱 由这位释放能量的 现在成为者 去激活 其中一个最普通的 陷阱机制是 当现在成为者 设法攻击 或摆脱陷阱的时候 它可以利用这个 现在成为者 自己的思想能量 输出进行运作 也就是说 陷阱被这个 现在成为者 自己的思想能量 所激活 现在成为者 越是反抗陷阱 就越显艰难 逐渐地 将现在成为者 拖回陷阱的方向 并套牢在其中 贯穿整个 有形宇宙的历史 大量的太空区域 已经被 现在成为者团体 接管和殖民了 他们使用的 都是这一类 对新领域 进行侵占的方式 在过去 这些入侵活动 都具有以下特性 一 绝大多数 使用武力的方式 通常伴有 核武器 或电子武器 二 入侵区域的 现在成为者们 进行意识控制 通过电击疗法 毒品 催眠 清除记忆 并植入虚假 或伪造的信息的方式 从而使当地的 现在成为者人口 保持屈服 和受奴役的状态 三 自然资源 由入侵的 现在成为者们 接管 四 对当地人口 实施政治 经济 和社会奴役 这些活动 在当前 仍然在延续着 在地球上 所有的 现在成为者 都曾是过去 这类活动的参与者 其中 既包括作为 入侵者的情况 也包括 曾经入侵者 人口中的一部分 在这个宇宙中 没有圣洁的人 只有极少数 可以从现在成为者们 之间的斗争中豁免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 地球上的现在成为者们 仍然是这种活动的受害者 旧帝国精心制作的 现在成为者陷阱机制 在他们往生与来生之间 实施了记忆缺失的处理 以防止现在成为者脱逃 这种操作 是由一种不正当的 旧帝国中背叛的 秘密警察势力 进行管理的 通过虚假的挑衅行动 以掩饰他们的活动 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们 被自己的政府 统领地 和他们行为的受害者们 所察觉 政府的精神病学家们 开发了一套 意识控制的方法 地球是一颗犹太区星球 这是由一场 星际大屠杀造成的后果 一些现在成为者 被判决发配到地球的原因有 一 他们表现得太过邪恶失常 或堕落 以至于无法 对任何一个文明起到作用 无论那个文明 有多么腐化或落后 二 或者他们对社会 经济 政治的等级制度 是一种革命性的威胁 这种等级制度 一直由旧帝国精心设立 并残忍地强迫运作 生物的躯体 是指定作为 旧帝国等级体制中 最低级的实体次序 而专门设计的 当一个现在成为者 被送往地球 然后通过骗局 或强迫的方式 进入并操作一具躯体之后 他们实际上 已经进入了一座监狱中的监狱 四 旧帝国为了达到永久性的 不可逆转地摆脱此类建民的效果 每一个现在成为者的永恒身份 记忆和能力都被强制清除了 这种终极方案 由旧帝国操控心理变态的犯罪者们 去构思和执行 在最近显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建造了大量的集中营 并大规模的灭绝建民 同样 在旧帝国同一类型可憎的诺服的鼓励之下 地球上的现在成为者们 成了被根除灵魂 并永久待在脆弱生命体中 遭受奴役的受害者 在地球上有爱的 富有创造力的同一囚犯们 一直持续地遭受到 来自旧帝国监狱管理者 刽子手和精神错乱者的折磨 这个所谓的地球文明 从无用的金字塔时代 到原子能浩劫时代 已经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 对情报信息的不正当使用 就这个行星上的每一个现在成为者 所具有的精神本质 进行公然的压制 如果统领帝将飞船 派遣到这个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去寻找监狱 那么他们的探索 应该终止在地球上 对任何人遭遇来说 还有什么比清楚的要 本属于自己精神本质的意识 身份 才能和记忆 更残忍的处罚呢 统领帝迄今为止 也仍然未能挽救 3000名远征军队队员的 现在成为者 他们已经被强迫 积聚在地球的生物体中 在过去的8000年中 我们已经辨认出 并追踪到了其中大部分成员 然而 我们与他们之间进行的沟通常试 通常都毫无效果 因为 他们已经无法回忆起 他们的真实身份了 大多数统领帝军队成员 沿着从印度到西方文明的大体发展走向 进入中东 然后到了卡尔底亚王国和巴比伦 进入埃及 经由亚盖亚 希腊 罗马 进入欧洲 来到西半球 然后 分散在世界各地 在地球丧失的军队成员 以及其他现在成为者们 对统领帝来说 都可以是颇有价值的公民 这并不包括那些品行不断的罪犯或堕落者 不幸的是 目前还没有可行的方法 去拯救地球上的这些现在成为者 因此 除非可以配备适当的资源 除非可以配置适当的资源 去定位并摧毁旧帝国 强制滤网和失忆处理的机器 开发一种 可以恢复一个现在成为者 记忆的治疗方式 否则 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 依照普通的逻辑 根据现在成为者官方政策 避免与地球的现在成为者居民接触 是更安全和更明智的做法